我們會選擇一些經過發展性的必料的公共建設 來帶動我們地方的經濟文化、觀光、國民的活力 不可以說因為現在經濟比較差的財政出資很多 這樣就不做 如果不做的話,讓我們的活力、顛倒的如假 就是說在這個困難的時候政府要擔任一種龍頭的角色 來帶動整個地方的經濟活力 我想這是我們在市政的一個基本的理念 如困難的時候政府應該要隔頭做一些有建設性、有更完成的這些發展價位 那麼第二點就是說 那麼在經濟困難的時候 我們要提出一個有前瞻性對比來的台南館 或是台灣在這個經濟發展的角色 所以我們這裡要提出幾個很重要的建設案 包括南部國際空港和水母區 打造台灣全球應酬中心 包括跟我們的科學園區的特定區 對一個製造型的科學園區 專行為一個研發型的科學園區 包括像我們英空道市業界的過期沒有產業的幾個 那麼我們在這次英空的道市業界裡面 我們提出這個創意設計園區 希望帶動我們的產業的發展 一個新的發展的方向 所以管政府現在做的角度就是說 截流的部分 其實我們截流 已經讓大家欺負到要死 管政府欺負到要死 我們在截流的部分 其實是有相當程度的管控 也是因為這樣 得失了不少人 那麼在這個開源 跟這個新經濟的推動 我們台南政府是在 雖然是努力管 但是在全國來講 我們的新經濟的推動 應該呢 絕對有那個條件 在三命來 在新經濟